北京冬奥会 你们看了吗 太精彩了 今天咱们来复课一道 适合冬奥运动员们吃的美食 同韵当头 一碗凉水 来 直接把芒果干放到冷水当中 稍微浸泡一下 泡上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边咱也别咸着 咱预备点配料 这大白菜棒子家里都有 平时可能都当垃圾就给处理了 今儿咱就把这白菜棒子利用起来 鞋刀我们把它切到四分之三处 横过来 这样呢 每一根都是凤尾的形状 稍微拿水一泡 自然呈现 山楂糕 切丝 这道红韵当头 处含丰富的维生素和粗膳食纤维 芒果切丝 低油 低脂 对于这些需要保持体重的运动员来说呀 再好不过了 碗里来一点盐 这俗话说得好 要想甜 来点盐 来一点温水 把这盐卸一下 这样一道看似简单的凉菜 各类食材要经过不同的处理 才能呈现出它惊艳的味道 冬奥运动匠人们凭着拼搏的精神 用炙热的心去融化着赛场上的冰雪 把一大碗 把这个泡好的白菜啊 直接咱就给它铺在碗子里 2006年都陵冬奥会上 韩晓鹏在自由滑雪项目上 一名惊人拿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 第一块冬奥会金牌 他创造了两个奇迹 把咱调好了这个汁 来往上一浇 中国男子选手 在冬奥会历史上金牌零突破 另一个也是整个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冬奥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 红运当头 咱再捞他个风生水起 春节相伴 红运当头 预祝我们的冬奥运动健儿们 取得优异的成绩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